吃甜 吃甜 醫師仔細觸摸病患頸椎疼痛處 並透過S光片了解病因 隨即安排病患 接受復健治療 乳酪區一家新開診所 為了關懷社區長輩的健康 特別舉辦議診活動 除了由骨科醫師看診外 也提供電療 紅外線復健體驗 以及骨質密度檢測等服務 今天我們立博診所辦了議診 我們有辦電療體驗跟紅外線體驗 最主要呢 我們希望我們的長輩 可以在平常的時候可以做做復健 做做運動 預防腳部的退化 預防肌力的退化 另外 針對退化性關節炎的長者 診所也提供30個PRP免費體驗名額 PRP療法主要是利用自己的血液 分離出血液中的富含血小板血漿 再把富含血小板血漿注射至膝蓋關節腔內 可有效緩解膝關節退化及疼痛 假如我們膝關節退化 我們可以用就是抽取我們的血 那經過離心製作以後 得到血小板血漿 就是我們所謂的PRP 那來做一個注射 那PRP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復健的一個方式 這場議診活動吸引大批民眾參與 把整棟診所擠得水洩不通 但在復健師親切的服務下 大家都儘然有序 開心體驗 希望透過復健儀器的幫助 能讓病痛消失 重獲健康 記者輪紅採訪報導 我們有機密使用舊 履健康 可以令鈴鐺 永遠 都會有緊張 我們已去柱子